香港回歸20年7月1日很快就到了 之前早前都見到過特首接受中央媒體的訪問 講述一國兩制如何成功 剛剛中聯辦主任張協明 都同樣接受中央媒體訪問 都有講關於香港 在內地方面官方媒體怎樣對他講話 有甚麼啟示呢? 暫時來說內地近期都不斷做有關香港回歸的特輯 這個更加印證了是肯定有國家的這些核心人物 將會來到香港主持回歸20週年的慶典 以及對第五屆特區政府成立 即是進行監製 即是對林鄭月娥的新的班子進行監製 所以這次見到中央媒體都很重視 從幾個人物裡面講回香港回歸20年的情況 包括周南等等 當中裡面一個其實以這個張曉明的說法算是最全面 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央對過去20年香港的情況做了一個總結 也預示了國家高層領導人來到香港主持有關回歸慶典的時候 當中裡面究竟將會中央有甚麼新的政策對香港呢? 或者有些人期待有甚麼堂去派呢? 其實這個文章裡面都隱約披露了當中的情況 特別是我們看到張曉明主要是引述現在我們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4月接見後任的特首林鄭月娥的時候 說出了一件事說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取得巨大成就 所以我們看到近日的所有的訪問的主線都是說到一國兩制的巨大成就 所以看到張曉明也列舉了六個是主要的因素就說香港的成就在哪裡呢? 當中有很多我想未必一定每個人都會同意 但是這個反映到北京的官方方面都認為香港能夠保持了香港的制度特色 各方面不減和國際大都市的魅力不變等等 但是當中就值得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在這個文章裡面都很強調到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香港發展的新情況的時候 在對港工作那裡取得很多新的突破、新的進展和新的成就 當然這個就是官方一定要表揚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 但是也都看到其實習近平主席也都對香港那個 雖然他說到要保持不變形不走樣 但是實質上在內涵上面那裡都強調是有一個新的突破 就是主要強調一國是大於兩制的 就要牢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我們剛剛提到在內地除了你看傳聞之外 如果在網上是看有關的那個訪問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都全部略去香港一些不成功的事件 包括佔中、港獨這些情況 但是在當中裡面那裡主要就強調 就是這個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怎麼樣 在20年裡面那裡是顯示到那個實踐是成功 但是也值得大家特別留意的地方 我們剛剛提到就說在當中裡面顯示到 就有些暗示領導人來到的時候 將會日後對港的政策會有些什麼變呢 儘管我們說到就習近平主席說到不變形不走樣 但是實質上來說就在張曉明的講話裡面那裡 也都披露得到就是說現在港獨那個 當然要對他們來寧容忍 不容許港獨蔓延程勢 但是問題上他們認為港獨的活動 已經有點公開化了 所以提出了要盡快完成 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我相信這個其實一定程度上 反映到是中央部分高層的那個看法了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或要注意住 是接下來會不會立立第三條 還有也都說要加強那個教育 是以政壓邪的情況 但是說到在源頭上治理的時候 也都重視到他們都否認 現在在民生問題上面的 特別是青年的學業、就業、創業、置業 就在這四個業上面那裡做更好的條件